中年阿伯頭戴帽子 站在山路上 一邊大喊 咒語一邊朝山谷下 灑出五色紙 好了 我們黏著不要斷 這起舞的 都知道有人在錄影了 阿伯還是照丟不悟 還說等等我丟完了 就不會再丟了 這是雙跳起舞的 滿天的紙片 隨風飄落在山路旁的草堆中 除了阿伯 後面還有五六個人 也都一樣拿著五色紙 隨地亂灑 事發地點就在南投 河灣山台十四甲線上 現場還能看到 遺落大量寫滿經文的五色紙 實際比對這一項儀式 儀式就是藏傳佛教的放天馬 是藏地有高僧到訪 送那節日或是行進高山顯地 就會向天空拋殺整碟的風馬 可以為功德主增長運勢 我們希望這次行為之後 不要造成環境的污染 支持宗教祈福事後沒有將紙片清除 已經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南投環保局將透過影片尋找當事民眾 依法開出1200到6000元不等的罰還 TVBS新聞陳家貴南投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東京都在為遺堅 中東京都在馬行 中東京都在難充